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凯博Talk Show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就是 微解封下后疫情时代的生活 那其实呢 这个新冠肺炎疫情 我们从这个5月中旬 我们三级警戒延烧以来 到现在 现在目前我们是二级警戒 微解封的状态 那当然啦 大家都很期待 我们以后 这个嘉陵微解封以后的生活 不过呢 其实为了防疫跟民众的生活品质 其实政策的制定跟实施 相当的重要 所以在今天呢 我们节目还是请到了 两位社区服务专家达人 我们首先请到了第一位贵宾 是来自我们内湖区的 毕山里里长 吕芝琪里长 枸杞里长 欢迎 主持人参永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里长 那再来第二位呢 是来自我们文山区的 华兴里里长 陈志颖陈里长 欢迎志颖 主持人参永好 大家好 好 欢迎两位里长 哇那上一集呢 其实里长 分享的非常精彩 我们这个李明呢 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 其实我们那个分享 遇过最多需要帮助 有强烈需求的情况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最需要的 打疫苗 对 因为打疫苗真的是 我们预防新冠肺炎 传染 然后甚至是感染的一种 蛮重要的方式 来 胡琪里长分享一下 对 民众有什么需求 其实我们这一次 算是疫情期间 跟民众最直接接触的方式 就是透过疫苗 那其实疫苗的系统里面 它就是两个选项 一个是意愿登记 一个是疫苗登记 那其实它的这个 使用的操作上 它并不是给真正的使用者 我觉得它在使用上 有一定的困难度 就是包括年轻人也看不懂 你讲的是1922预约系统 不是不是 是1922 对对 1922的预约平台那个系统 对 就是它的选项是这样 就是它意愿登记 打勾以后 那你要 收到简讯 你才可以打疫苗 我记得是我们先那个 就是身份证字号 还有健保卡登记一下 那你要预约登记以后 登记完之后 你收到简讯 你还要再上网登记 对 你才能够约你要打的时间跟地点 所以是两次 两次 那它的两次 不是只有这么简单 就是说它 如果说你上去预约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你好像等不到 等不到莫德纳 那你想要改成AZ 那很多人选项 连年轻人都不会用 你要先把你原本的莫德纳 先打勾的地方先按掉 你要按掉你才能有其他的选项 不是直接把原本 没有没有没有 把AZ勾起来就好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你已经预约过莫德纳了 可是你要把莫德纳先按掉 就是先取消 你才能够再拿到新的 其他的疫苗 好好好 所以 连年轻人都不会用 所以其实我在这一次 这一次有很强烈的感觉 就是说 第一次觉得 李明这么需要 我包括我年轻人 他们有时候在上班开会 有时候一过那个时间 他可能来不及登记 或者是干嘛 真的 然后家长又 又没有家长的健保卡号 那其实我们都有把它记下 所以变成说 我们几乎每一天 最重要处理的事情 就是疫苗的事情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 指挥中心是讲说 我们已经登记过了 意愿登记过了嘛 然后呢 就不用再登记了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说 我疫苗想换 他就想说我登记过了 这样就可以接收到讯息了 就傻傻的等 接收不到 像你等莫德纳 你可能现在 因为都没有针嘛 那你要怎么打 你打不到 那你在上网去 重新再按掉 然后再选其他的选项 那变成说 那你可能又要再重新排队 哦 好好 所以就是要听里长的话 我们要先把那个勾掉 先要把你原本选的 疫苗的种类先勾掉 然后再勾你想要选新的 新的选项 那其实我觉得 其实不用那么复杂 就是 你如果真的没有空 你打给我们里长 我们就线上帮你操作 因为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没有什么难度 那民众 你还要去解释 他就变得有点复杂 好 因为其实这样的东西 哇 连年轻人他都有可能搞不懂 那长辈 哇 更是不用说了 长辈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志宁 其实 刚刚国旗里长讲说 大家都搞不懂 包含年轻人 但年轻人应该说 他不会到真的搞不懂 但是他要花很多时间 才去理解说 到底是干嘛 我也是模板店 然后点进去看 每天有人传给他早安晚安 脸书谁有贴文 按个赞 他只要点点点就好了 其他东西一概他不会 其实一概不会 那只手机 他这功能就是这样子 人家跟他说这样用 其他他是不会的 所以在第一次 这些65岁以上的长辈 他打第一季的时候 那时候用了台北市的系统 用台北市的系统去打 或者是他不会用系统 我们这边造册嘛 有通知单就给他去打 我记得第一季是那个就是台北市的系统 然后里长们你们都一定遇过说 比方说长者我要挨家挨户 发通知单嘛 这是我的印象 对不对 对那时候第一季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然后可是第二季 因为后来第一波打完之后就变成 转换到1922的系统 不论你今天是长者或是年轻人 只要你还没打疫苗的 一律就是舍弃地方系统 都用中央 所以这些长辈他搞不清楚 他以为说他打过第一季 第二季就会有人在通知他 我不用再约了 对以为说会有通知单 或者是说之前登记过 那就简讯会再来 但是都没有 就是变成说你还要再重新登记 所以其实现在 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长辈 到现在他的第二季 还没上去做医院登记 那所以长辈到底打第二季 我们应该要怎么办 枸杞里长 其实你要打第二季 你一定要医院登记 如果你没有医院登记 你永远没办法打第二季 你受不到第二季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政府 要再呼吁是 医院登记这件事情 你才能够接种登记 对对 对长辈来说 他们真的是 这个数位落差是存在的 然后也不是每个人身边 都会有子女 即便他 我这边就遇到一个案是 这个他的子女是孝顺的 可是他的子女人在国外 在美国波士顿 其实他也搞不清楚 到底台湾现在的政策是怎么样 因为他只能透过一些 沿水救不了经活 对网路上的一些资讯 然后他看一看他也觉得说 好乱了我也看不到 到底到底我妈妈现在第二季什么状况 所以他后来就是跟他妈妈讲说 你打电话给里长 他好像是透过电视找到你 对因为他是在 他是不是在另外一个节目看过我 他也不是我的立名 他就打电话来了 然后我帮他处理完之后 他才跟我说 那个 里长连信都带来 是妈妈打电话给我 他才跟我说 呃里长谢谢你 但是我是住在那个万芳 我不是你的立名 也是文山区的 我说没关系啦 那反正阿姨就是你年纪有符合 我们有帮你处理好就好 然后后来很可爱 我先收到了第一封信 第一封信我就有一天就突然收到 一封波士顿的来信 我想说奇怪什么 我好像没有波士顿的朋友 结果打开了之后发现 他说谢谢陈里长就是谢谢帮 帮我的妈妈谁谁谁预约到 他说那是一个星期六你没有休息 一早八点就帮他 呃接了他的电话帮他处理完 让他很安心什么的 是 对然后就就就收到了这个 收到了这个讯息 那其实我当下收到这个信的时候 很暖很感动 也是也是有被感动到 然后觉得说 确实这些长辈真的是很需要我们 对他不是他他其实不是不愿意去 去自己去聊 他其实是自己先了解过 但真的不会 他打电话跟女儿求助 但女儿跨海还真的也搞不清楚 就来找我 来找我这边协助 那我们也是帮助到他 然后妈妈后来很可爱 过了一个礼拜 换妈妈写卡片给我 妈妈还 妈妈他就说谢谢我的帮忙 他说 他说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所以我就买了一些自己喜欢吃 他就买了他爱吃的饼干跟沙士 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手工串珠的 那个一颗凤梨给我 这样子 哇好有爱喔 那他就是就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举动 其实就是我每天在做的事情 对每天不断的协助 我已经已经算不出来 我们到底协助了多少个 多少个长辈多少个民众 去做这样子疫苗的十大登记 对那我们每天在做 但是其实对民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疫苗政策真的是乱乱乱乱乱 所以两位里长这样子看 因为刚那个陈里长觉得疫苗的政策非常乱 所以他到底问题在哪里 是我们的中央跟地方不同调吗 还是处理的方式不对 因为感觉上面长辈也不会弄 然后年轻人也会也补傻傻 所以两位觉得真的问题在哪里 躲起里长 其实我觉得问题就是 市长就是很爱骂中央 爱跟中央吵架 那我会觉得就是说 其实要处理这个事情非常简单 你就是一定要有快打赞 然后我觉得还是要动用民政的系统 就是长辈他还是希望说 我如果没去打的话 你能不能给我纸本 那其实纸本给我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第一季的这样子的福利方式比较好 对我觉得他的好处就是说 大家为了打疫苗是其实都很烦心 真的 家里的小孩烦心 长辈的方式 那我是觉得说 是不是能不能够把这个权限 多一点到里长手上 或许这样讲有点贪心 我觉得1922的预约平台 他应该不要有 对里长不要有时间上的限制 让我们去登录的时候就是说 假设他过了意愿登记的时间 我们一样里长应该是可以让我们继续登记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操作者 你应该让我有更好的系统让我来使用 而不是说把我跟民众一样 在同一个类别里面 他占关了他就不让我们上 对因为他某段时间会关掉 对他的意愿登记 他的意愿登记他的他的 疫苗登记他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他要开放他才开放 可是我觉得你意愿登记不应该有时间登记 我当然我什么时候打我都想要打啊 是不是可以开放这个部分 对那我觉得是不是残记的部分应该也要妥善处理 对因为你如果说有快打战的话 那其实民众不是说谁去打残记 你有打我没打怎么样 我们要的是一个公平性 我们先前还有听到一个说法就是 先前有新闻有在传说什么新北有里长揪几十位民众去打残记 那这个没有被揪到的他就会骂了 因为其实有时候有残记的时候 像三军那边他有时候有残记现场没有人 那他也是得要告诉我们里长 我们里长在让人去打 OK 他会有一些限制 那是不是说如果残记变成快打战的时候 那是不是说想要打的人 我今天我就可以来现场排队 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那就不用说诊所跟里长关系比较好 跟谁关系比较好 他的残记可以给谁打 那也不用说民众说 我去这个诊所去那个诊所 那么多的诊所 那你在那边排队没必要啊 那是不是说我们有快打战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对 我们不用去诊所群聚 然后快打战 一针赶快解决 那预约的事情也可以稍微缓解一下 就是说不用说 你没有预约到 可是你时间到你不能打 那他的年纪就是可以打 你就是应该要给他打 因为其实英国也是这样打 他们只要议院登记一次 那再寄纸本跟简讯给你 你就可以去你的快打战打 他也没有受到这些登 这些登记的方式而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我觉得我们就为了打疫苗 然后全台湾省人都恐慌 很恐慌这样 我觉得没有必要 如果你有快打战 你所有事情都解决了 那你现在真的 真的一定会来嘛 那你有天一定打得到啊 也不会说因为说年纪啊 或者是族群啊 小预约的人你现在可以预约 可是我不想预约我能不能去现场打 好像不行耶 那是不是说我就是觉得政府是不是有计划性的让有些区域先开放快打战这个 这个选项我觉得还不错啦 OK 还放快点 其实这好像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哦 政府可以听听看 志颖那你觉得呢 嗯 我自己觉得说 疫苗现在到货量不够是一个现实的一个状况 假设说现在疫苗我们采购的都已经到了 已经在那边了 其实当然就没有这么多问题 那可是我觉得已经是这个事实了 那在这个事实的状况之下有什么是可以做的 我觉得在第一个政策要讲的明确清楚一点 第二个可以一次性攻不要像挤牙膏似的 我在7月20几号的时候那时候就做了一个做了一个这个图 哎对我有看到 做了一个万中有序疫苗攻略 我为什么会做这个呢 原因是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在第四轮疫苗预约的时候 他连续三天日期有点忘记 但是就是第一天的时候他先公布了第四轮疫苗预约 但是平台还没开放你不能做意愿登记 你不能修改你的疫苗意愿 然后隔天突然又开放了意愿登记 然后再隔一天不只开放意愿登记 他又新增了高端的选项 连续三天公布不同的政策内容 针对这个疫苗 所以民众就搞不清楚说 那这三个是同时并行吗 那到底每个的标准是怎么样 所以我才会做出了这个乱中有序疫苗攻略 因为我连续三天po了不同讯息 然后是分散的 民众其实如果只看了我一则贴文 他也看不到另外两个讯息 所以我后来才又做了这个 赶快整理给大家 因为非常多民众看到我的贴文就无杀 说理长你怎么三天都po不一样的 到底哪一个是对的 我说三个都是对的 没关系我再整理一次给你 所以我觉得当你政策在制定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把它做得完整一点的时候 一次公布 像这连续三天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分三天嘛 其实你就应该把它汇整在一起一次公布 OK我们现在就是同时开放第四轮的议约 同时也开放医院登记 而且新增高端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讲完的 好 不过其实刚刚成理长有讲到说 有一个非常算是严重的问题 就是疫苗不足啦 那疫苗不足的话 所以就会遇到了一些 说乱象也是乱象 也是一个现况 比方说先前有 你们都有接到澄清一定有接到 第九类我们一直打不到啊对不对 还有年轻族群 我们快开学啦对不对都没有 所以两位里长你们觉得应该要怎么打 以实务来看应该要怎么打 对枸杞里长觉得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乱象就是 他有一次开放一万计 没有现年龄的去线上登记那一次 那一次就是所有乱象的起源 就是说你每个人都可以上来登记 那就是秉除了我们中间有个断层 62岁那一次就没有再往下打 那你62岁到55岁的这个中间的人 等于就是像被遗弃了 嗯真的 那我觉得一个政策要能够持续的实施的好 它就是要有规定 那你是不是说你原本就是从80几岁打下来 你就一路打下来 一路打 你不要开放那一万多计 给这么多人去登记 那里面有年轻的有中年的甚至有中间的 你没必要这么做啊 你让所有的政策都变得很混乱 然后大家去抢打疫苗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很文明的生活 我们不需要用抢购的方式去得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会希望政府的政策之后 能不能就是不要再跳跃式的给打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到整个民众的心情 跟我们做事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就是那一阵子就是受它影响到变得乱七八糟 是 因为有很多民众会澄清嘛 对因为它没有登记到啊 那就会我觉得是很大的困扰 所以我希望政府以后不要再跳跃式的打的方式 然后来为那个二三十岁我这个年纪的人发生 我们这个年纪 我们这个年纪 年纪快来了 我们这个年纪就是最可怜的 我们最可怜的 因为它往下开往下开 然后刚刚讲的 Gogi长讲说中间可能会突然差一个什么 什么就多一个一万剂 或是突然又多了一个什么族群 对突然跑出来了 对突然多了什么 它本来是照年纪开下去 但突然多了什么族群 所以又开不下去了 所以到现在就是 呃除了高端有开到20岁以上 其他的疫苗那时候开到 我记得36岁嘛 对 好像36岁就没有在往下谈 AZ38 AZ38莫德纳36嘛 对开到这样子 然后就卡住了 就卡住了 所以我们这个 二三十岁的族群就是 期待期待期待 哦终于快到我了 哎突然又宣布说 好因为要开学 所以老师先 然后因为 所以就被擦掉了 对然后接下来传出的BNT 有可能会先 那个保留给12到18岁嘛 他们先打 对所以二三十岁就 就会很哀怨啦 对就会很哀怨 大家其实就会觉得说 呃可以 可以理解说 疫苗不够 就是确实还没到 也不止台湾 很多国家 其实都是这个状况 只是说 这个公平性 确实有很多的质疑啦 特别是在第七类 那时候在定义的时候 有很多的争论 因为我自己有朋友是 UberEat跟Fu Panda的司机 那很多人对这块 也是很争议的 UberEat Fu Panda的司机 那他们到底是不是 这么高风险 是不是这么优先 这个部分 然后他就 我有个朋友 莫名其妙他就说 哎我也不知道 我就打到莫德纳了耶 哈哈 他是 有有有有 对一堆人在盼望 莫德纳盼不到 然后他就说 我不知道 我就是那个 Fu Panda帮我照册 有一天我就收到通知 我就打到莫德纳了 结果第九类的人又出来 对然后 我自己家的第九类 就是像我这边有一个 20岁 20几岁一个 癌症的 年轻的癌症患者 他到现在也是没有打到 可是医生跟他说 他必须要打莫德纳 他不能打AZ 所以就变成说 哎这就会有点 心理会不平衡啦 为什么这个 身体状况很OK 健康的这个UberEater的司机 Fu Panda的司机 他打到了莫德纳 可是我这个身体状况不OK 医生建议要打莫德纳 却打不到 对我觉得在 在疫苗不够的状况之下 这个公平性 那你的疫苗的分配 这个 身份定义的这个 适当性就很重要 让大家至少是在 同一个水平线上 不要说 好像心里很不平衡这样 好谢谢两位里长 这个是一个很中肯 而且是我们 请听李明的声音 然后这样的一个建议 那我也希望说 疫苗能够得到 我们公平的分配 我们进展广告 政府为了帮助减轻照顾负担 入住立案机构有补助哦 您已申请了吗 赶快提醒亲友 由入住这些 类型立案机构 90天以上 并符合纳税状况 就可以申请咯 请于110年3月2日之前 减付相关文件及申请书 向机构所在地 县市政府申请 更多资讯可上 卫生福利部 长照专区查询 及下载申请书 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欢迎回来凯破talk show 我们现在呢 新冠肺炎表面上看起来 已经得到了控制 不过呢 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学习 甚至我们的这些 消费行为模式 其实我们都得到了改变 不过专家 其实也有那个刺警到说 其实我们的心理问题 大家更需要关心 我相信社区工作者一定 非常非常的有感 而且呢 美国凯撒家庭基金会 我们在今年的3月 曾经公布一个调查 在我们这两年的 这个COVID-19 我们受影响最深的族群 是妇女跟青少年 两位有感吗 这个是最深的族群吗 枸杞理长 有像我们家迪迪 她是在内湖高宫打桌球 那他们桌球队就是 以前可以住校 那现在不能住校 包括外地来 全部不能住校 那他们就要去 做那个大众寓书工具 那这些年轻人就是 你看她如果从桃 没有打疫苗 她从桃园来 然后去做大众寓书工具 她又没有打过疫苗 一剂都没有 那她的风险是不是很高 是 对那家长 家长又没办法送她 有些家里环境 其实没有那么好 对 她绝对不可能 也不方便 对那 其实年轻人打疫苗这件事 我觉得政府应该要 好好想一下 怎么赶快进行 那第二个就是妇女 那妇女就担心小朋友 没有打疫苗嘛 那其实很多妇女就是 她是妈妈 可是她年纪没有很大 五十几岁 四十几岁 那个也是断层 没打到疫苗的人 所以我觉得 政府的政策就是 不要断层打疫苗 一定要顺着打下来 才能够解决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枸杞理长 道出年轻人的心声 我们真的就是 就是这样 最可怜的一群 打不到疫苗 但是也不能不工作 其实才刚出社会没多久嘛 对那 那这工作是 工作是必须的 然后工作的很多 其实在工作的结构上 很多的压力是会压到 就是一些新鲜人 一些基层的身上 对 那这就是压力加剧 然后疫苗又没打 又没地方去输压 想唱歌不能唱歌 健身房也没开 对健身房也不能去 想去酒吧也不行 想去海边也不行 所以就是压力很大 那接下来就是一些 妇女的部分 我觉得妇女源自于就是 如果是有家庭的啦 就是一些家里有 比较小的小朋友 国小或是幼稚园的 小朋友的家庭的话 那其实压力真的是挺大的 平常的时候 就是有可能是 双心都要出去工作 那他可能要 要找人带小孩 或者是安排小孩去上才艺 或是什么的 那或是去学校去下令 可是因为现在都没有 变成 双心的 那就真的很头痛 到底谁要带 那如果是家庭主妇的话 那以前带着小朋友 尤其我们疫情 疫情这个三季以来 后面很快就遇到暑假了嘛 接下来就遇到暑假 那以前可能就是 今天去公园 明天去游乐园 后天带他去游泳 去才艺 或是去同学家玩 对 但是现在都不行 都没有人 所以变成每天在家里 跟小孩大眼瞪小眼 那如果只有一个小孩 就是大眼瞪小眼 如果有两个小孩 就是两个小孩 不会大眼瞪小眼 两个小孩就吵翻了 然后妈妈每天承受 这个吵翻了 听到 听到就是真的是血压飙升 血压飙升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一两天还好 但是维持了 这个几个月的时候 真的压力非常大 又无处抒压 对像我们很多妈妈 以前也是都会 可能来我们礼办公室 开的一些课程啊 来上课 或者是他会去跳油氧 或者是买菜什么的 参加活动 对参加活动 就是走出去 对他来说 去跟小孩以外 跟家庭以外的人互动 或是学习一些东西 都是他的抒压的管道 可是走不出去也很痛苦 因为我听到的一个状况是 因为台湾的民众 大部分都是对 防疫非常的自主嘛 那有些年轻人呢 他们害怕长者 因为长者很多人 他们比较不戴口罩 然后卫生也比较没有那么注重 说真的 然后所以他们就是 尽量不要让长者外出 然后甚至家里的外拥 因为外拥都会爬爬灶嘛 对不对 比如说可能放假要出去玩什么的 都会限制家里的外拥跟长者出去 然后这样子两个人都反弹了 所以这个也是那个我听过的有些家里面 会蛮困扰的一些状况 因为其实长者有打疫苗 但是外拥 外拥是没有的 而且年轻人也没打疫苗 所以现在就变成一个 不能出去也是一个很痛苦的状况 之前我们就是很多民众对政府其实有不信任感嘛 他又怕说自己会不会血算或是什么 其实我有很多黎民他没有打第一剂 连第一剂都没打 第一剂都没有打 50几岁到60几岁 其实分布的年龄层蛮多的 那后来最近开放之后他们就想要打 可是想要打在医院登记的时候 已经打不进去 哇 对那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就会跟医院反映这种事情 那医院有时候其实 疫苗都会有快过期的问题 对对 所以我们其实有一次就是刚好他们有一些针 那我们就把第一剂没有打的 就是优先排队的前面 让他们全部都去三军打 对那就是说 刚好如果政府有一些比较好的政策 可以提供给我们就可以帮这个忙 如果没有的时候 其实第一剂真的很苦等 对你不要想说好像每个人都在等第二剂 其实还是很多人没打第一剂 而且甚至还有人没有医院登记 对就是这样 据说我们台湾打两剂的覆盖率只有大概3% 对我那天是看前两天看的报道是这样 对然后第一剂要到期的时间又快到 对是好所以李明真的很闷 对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志颖你们那边有些什么情况 呃李明 有的都闷出忧郁症或者对是不是 对啊因为因为这个已经不是一两天了 是维持一段很长的区间 那这段区间大家等于说我们的我们的鲜活 我们的鲜活完全平常喜欢做的事情全部都 全部都不能做 断掉了 对全部全部都断掉的 你任何想做的事情都没办法去执行 对那你想要输压想要做什么都都没办法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心理的心理上面受到的影响是很大的 就我刚刚前面其实有提到说 呃就是有一些长辈在家里闷久了 他慢慢有一些退化 然后也出现其实社区 我们我这几个礼拜其实陆续处理很多个精神障碍的案件 精障的案件 包含有一个个案 他是挟持了妈妈 九十几岁的妈妈 都是由他其中一个女儿去照顾 但这个女儿呢本来都是他照顾妈妈跟妈妈同住 那其他兄弟姐妹可以去探视 可是在疫情期间他就是把他跟妈妈都封闭在里面 然后跟哥哥又有一些冲突 然后后来就是就是冲突一直扩大一直扩大 他直接挟持妈妈把电话换掉 那个闷铃也切掉直接跟外界隔绝 因为他他其实照顾妈妈照顾到后来就是本来就压力很大 精神上就有一些问题 那我们一直都有列管这个个案 可是之前都是稳定 我们我们去跟他接触 他也都是会会跟他有一个正常的互动 可是这段时间就是整个压力报表 他切断联络你们怎么发现的 因为就是联络不上 我们我们因为这个这个这个个案是 我们健康中心的护理师 都会定期去关怀他 但是已经很久都关怀不到了 没有出现就对了 找不到人 对找不到人 但是因为前面前面的两三个月三级的期间 护理师也不好去做访试 对他们不会去家里做访试 所以就是断了好几个月 然后在最近的时候 又接到他的家属来跟 市政府陈情 跟社会局跟卫生局陈情说 妈妈已经好久都没看到 很久没有出现了 很担心 已经他们已经非常久都没看到妈妈 非常担心 不知道说妈妈到底好不好 那我们问了附近的一些邻居社区民众也都说 都没看过妈妈已经非常久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妈妈连足不出户 完全没有让他出门 所以破门而入吗 对我们后来 后来就是本来打算要破门 本来打算破门 他请了所向再开 开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开门 人出现了 对他其实真的在里面 他在里面 他就开门了 然后就很担我们要干嘛 一直跟他对峙了很久 最后最后才 最后对峙了很久 请听他说话 最后才顺利进去 他还好妈妈的状态是OK的 对妈妈状态是OK的 那其实我们跟他沟通之后 就也试图说服他说 那你这样子很封闭 你自己照顾妈妈也很辛苦 那如果就算你觉得跟其他家属 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情绪在 你不想跟他们沟通 那我们是不是安排就是 长照服务的那个人员 是不是可以去协助妈妈就是洗澡 或是一些生活起居 让他不要这么辛苦 他后来才接受说 确实这段时间他也很累 他还接受说好 那我们帮他申请这个 这个长照的评估 所以这样子 真的民众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枸杞里长如果您遇到 可能没有这个状况 如果民众跟您诉苦 然后怎么办呢 你们怎么帮他输压呢 其实我们的这个工作 其实是一个情绪的转运站 所以我们应该要试着就是 我们通常都会在30分钟之内 让民众能笑着走出去 对就是我们里长的民众 正向力量 对就是其实 其实他们有时候情绪不好 是因为他想不通 就是一直都想负面的 那我们就是让他导向正向的 让他觉得这世界其实是很美好的 我觉得人如果情绪一转变的话 心境都会变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处理上 我们一直都处理的蛮好的 所以你们鼓励大家 来你们这边聊一聊吗 聊天聊天 还是打电话 现在目前是要 如果不方便的话就是打电话 那通常就是 现在民众就是 反正他有机会 他就跑到我们里办来聊天 所以我觉得 来跟我们聊天都是一件好事 是 我会欢迎大家这样子 好 所以里长鼓励民众 就是遇到有任何的状况 不管是用LINE LINE也有 然后我们打电话 或者是现在里办有开放 对不对 我们都可以用直接面对面的方式 然后来把自己的需求 然后跟里长说 然后请里长服务这样子 对对对对 好我们今天谢谢两位里长 非常非常精彩的分享 那也希望呢 大家今天看了这个节目以后 我们还是要持续的 做好我们的防疫工作 我们要戴口罩 勤洗手 那也希望呢 我们的台湾的这个疫情控制 能够越来越好 我们凯破Talk Show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